主席各位先進,馬上請李部長 請李部長被選 部長好,辛苦了 我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國家公園考慮要收費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有幾個目的 當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以我們的員額 員額不足 現在觀光客增加,所以沒有辦法維持這個人力 或是該有的一個環境的維護 譬如說光收垃圾、光這些修復都要花很多經費 部長我想請教你 國家公園法裡面第六條 它規定國家公園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設置國家公園 請署長回答你 國家公園設置的目的當然 一個是保育育樂研究 大概就有這個 我這樣唸啦 國家公園指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 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性 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畫設之區域是這樣吧 是的 那在國家公園法裡面哪一點說要提升觀光人力的 哪一點說要增加觀光人口的 當然是沒有啦 所以國家公園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觀光人口嘛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嘛 增加觀光人口是交通部主管的風景區嘛 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國家公園現在告訴我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觀光太多了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需要增加維護的人力嘛 但是國家公園本來就不是要為了用觀光用的嘛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沒錯嘛 所以你們這個有沒有前後矛盾啊 有沒有本末導致啊 不會因為國家公園剛才遇的 會不會我們繼續來請教我再請部長 是 部長我們現在國家公園幾個 八個 八個裡面以去年為例好了齁 去年我們國家公園大概八個地方哪一個人數最多 呃 肯定是最多的 肯定是最多嘛 肯定最多是第一名大概有六百多萬人 六百八十六萬 啊誰誰最少 最少的應該是 海洋國家公園 對 啊台江其實人也不多 台江人也不多 人也不多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為什麼肯定啦 為什麼太魯閣啦 現在人數增加這麼多 因為肯定他有一些活動他 春夏好幾年啊 也不是春夏的問題啊 而且人數的增加不在春夏 陸客 其實是陸客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其實是因為陸客大量的增加 所以造成我們國家公園 我們既有的人力沒有辦法維持越南的環境 是這樣嘛對不對 好所以收費的話 應該從這個跡象來來來考慮才是真正的重點嘛 好 那部長我想請教的是齁 我們國家公園是不是每一個公園都不一樣 每一個公園的特殊性也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那收費標準也不一樣 也可以考慮不一樣 也可以考慮不一樣 你們目前的規劃也不一樣 目前規劃也會不一樣 也會不一樣 是針對地方不一樣 還是針對人不一樣 還是針對車不一樣 都可以各種不同方式來考量 都可以 目前還沒有詳細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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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會不會未來說 比如說肯定收比較多 太魯閣收比較多 然後台江收比較少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會不會造成一種情形 就是說 其實越多遊客的地方 你收越多 那它其實遊客就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地方 你現在有足夠的維護人力 那你這個環境也比較好 所以它遊客越來越多 會不會造成惡性循環 其實我們現在在思考 譬如說 這個它一定會 到了最後會做總量管制 會做總量管制 假如超出我們的承載力 所以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很清楚了 國家公園的目的性 本來就不是觀光嘛 對不對 沒錯 好 請不早休息一下 我請那個交通部觀光局長 局長 李文豪好 你好齁 那個現局長 是的 我想請教你們 你們風景區的規劃是怎麼樣 風景區現在是依照 觀光發展條例第十一條來的 對不對 是的 那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促進這個觀光 促進觀光 還有把那個觀光資源永續 好 那你們現在這些風景區都有收費嗎 呃 有些有有些沒有 有些有有些沒有 什麼樣的標準有些有有些沒有 呃 像 呃 這這個有些地區啊 這這個 遊客量很多 然後我們需要 那個 遊客量多的話就應該增加它的收費標準 因為你們的目的是觀光嘛 剛剛國家公園的目的不是觀光嘛 是的 是的 那個局長我想請教你齁 今年櫻花季 阿里山的遊客 齁 阿里山的遊客有沒有大量成長 呃 有大量成長 有大量成長 成長大概多少 呃 跟去年比起來 呃 這個數字 局長 欸 那個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們交通部有 有來做整個那個交通 我告訴你啦 今年阿里山櫻花季的遊客是減少的 比去年也少 比前年也少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跟交通部公路總局去做了一個協調 說管制車輛進入 所以只能進去的是誰 是大陸觀光客 那 國人怎麼辦 開小車對不起你不能進去 對不對 那現在 所剩的就是大陸觀光客的問題吧 大陸觀光客很多 比如說阿里山非常多嘛 瑞瑞潭非常多嘛 瑞瑞潭非常多嘛 西頭有少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情形說 現在造成我們國家風景區也好 我們國家公園也好 人力這麼多的負擔 觀光客的成長其實都在陸客嘛 那對陸客你們準備怎麼處理 你們要不一樣的收費標準還是怎麼樣處理 而目前對於這個國內外啊 這個我們都是採取這個一致的一個標準 都採取一致 其實不一致啦 我告訴你不一致啦 你知道為什麼不一致 觀光客現在大量的他以團體票購買去阿里山的票嘛 如果我們個人的 比如說我家裡四個人 我再兩個小孩去 啊 我是我的票算起來比陸客還貴耶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情形嗎 所以國人去了反而貴耶 陸客反而便宜耶 目前各收費地區只要是以這個團客來買票都會比較便宜 所以嘛 你們就是因為有團體票優備票是團體票嘛 那你知不知道其他各國其實都有一個情形就是 我的國人或是我是本州的中民其實就不收費嘛 我收的是外國觀光客的錢嘛 目前這個國要風雨區對這個當地的這個居民也是不收費 對 好那本國國民有沒有 本國國民沒有 本國國民沒有 沒有優惠嘛 你們對陸客 你們對陸客優惠對本國國民不優惠 對陸客可以大量的又坐遊覽車進去 但是本國國民要去阿里山場 你們就把他擋下來 但是本國國民如果是以這個團客方式 沒有啦 最後是這樣嘛 你們只準組團整個組團方式嘛 組團用團體票嘛 大遊覽車進去嘛 但是事實上本國國民很多開小車的小家庭 就全部被擋在山下嘛 有沒有這種情形 跟委員報告齁 那個 有沒有這種情形 在流風宅管制那個目的 是為了管制這個整個交通的這個 其實喔來 我要講的就是 國家公園也好 你們風景區也好 其實要有一定的品質 而且要一定的總量管制 但是管制你不能 我只讓大陸人進去阿 國人我都擋起來阿 這樣就不合理了阿 對不對 國家公園也好 國家風景區也好 應該鼓勵的是 讓國人更加親近更容易去嘛 對不對 那我想 我請教你齁 來那個部長再麻煩你一下 部長我想請教你齁 有關國家公園你們一年編多少預算 一年十 十九億四千多萬嘛對不對 十九億 十九億平均起來 如果以我們的人口算 大概一人要一百塊了嘛 如果現在也差不多吧 差不多 那如果你們再收費的話 是不是變成兩 要扒兩次皮 如果國家公園 比如說墾丁 我每年都帶小朋友去墾丁 對不對 那我本來就納稅阿 我是納稅義務人 我本來就納稅阿 那我帶小朋友去一次 我就要付一次錢 是不是這樣 目前是這樣 目前是這樣 那變成說兩次我都要負擔嘛 小朋友基本上是不收錢的 小朋友不是不收錢阿 小朋友你們現在看身高啦 十八歲以下 看年齡不看身高 好 那我告訴你 我提醒你 就是說現在會有這樣的現象阿 對不對 國人 因為我們已經繳稅 已經編 他是公務預算 所以他其實已經繳過一次了嘛 所以你們應該要有本國人 跟編本國人的區別 會的 結果現在所有大量的遊客 都是因為外國的觀光客 特別是路客造成的嘛 然後才造成大家負擔不起 人力沒有辦法維護 才應該開始考慮收費的問題嘛 所以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你們要找出來嘛 是不是這樣 對的我想至於說 本國人外國人 要不要差別 怎麼樣差別 這個我們會跟大院來討論 差別 差別收費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我想你在國外也待那麼久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本國國民 因為我們有納稅嘛 所以本來就比較少 對不對 好 那我想請教你喔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風景區 沒有做總量管制 不是風景區 我們的國家公園沒有做總量管制 其實 某種程度上 我們會擔心它會破壞 國家公園原來的原貌 沒錯 但是國家公園 因為它範圍很大 範圍很大嘛 它生態敏感區 是基本上是有管制的 像太魯閣雖然人很多 但是它只有在這個 國家公園的入口那一段而已 我現在要問一個喔 比較特殊的問題 而且這個是現實存在的問題 我們在國家公園裡面有沒有風景區 國家公園裡面沒有風景區 完全沒有風景區 國家風景區也沒有在國家公園裡面 完全沒有 那有沒有國家公園管理區或是遊樂區 有沒有這種情形 遊戲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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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另外收費 呃目前 不 目前有些遊戲區是收費的 未來 未來我想這請署長回答 來署長 現在目前齁 就只有 那為什麼 額鑾筆收費 是因為它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就由 政公所 以地方公共造成 公共造成 那現在收費收的錢是誰負責 我們跟政公所 分配 所以我今天要提醒你們就是說 這個情形其實非常複雜 國家公園也好 國家公園的目的是什麼 國家風景區的 是什麼 它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都不一樣 油氣區目的也不一樣 要有不同的考量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公園一大堆觀光客 而且這個觀光客絕大部分來自陸客 那現在陸客你沒有對這個有橫評的考量的話 陸客沒有差別性的收費的話 那問題就變成國人來承擔嘛 那國人來承擔的時候 我們就感覺說我們被扒兩次皮 我納稅也要繳 我去國家公園我又要繳一次 那國家公園大家願意去的意願就越來越低 不是這樣嗎 我們在制度的設計會有差別 所以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其實國家公園真正目的在哪裡 其實墾丁那個範圍很大 三萬九千多公頃 那三萬九千多公頃其實真正在裡面 真正有保育的其實是 範圍不一樣 所以你們應該把這個區分清楚 然後現在不是啊 現在大家去的都是固定的地方啊 去看固定熱鬧的地方 但是國家公園真正的目的沒有達成啊 現在我們擔心的就是這樣 今天為什麼要提醒你們這個問題 就是國家公園的目的是什麼 生育生態保育才是真正的重點 來部長我再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 是 你去過美國的國家公園沒有 去過 比如說Yosemite Yosemite都去過嘛對不對 那你知不知道它的收費標準是什麼 知道 它的收費標準怎麼樣 但是那是二十多年前啊 現在 現在他們跟我的數字是 其實美國的這個Yellowstone 黃石公園是十二美金 十二美金 大客車三百美金 所以是九千塊 中客車是六千塊台幣 所以它其實是鼓勵大家用 大眾運輸工具去 對 但是它其實對國人跟對外國人還是有差別性的收費標準 然後更重要的是 國家公園保障的部分是 我們本來生態的部分 這才是國家公園真正要的目的 我希望我們內政部在規劃這個時候 要把它弄清楚 然後如何來解決問題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